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先从我老乡们迟到开始 我们约了十点半,现在已经十点三十六了 他们大概都十点二十才起床 这个假期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时宜 所以,就好好享受,好好玩 你说说现在几点,诶你们真的准时迟到十分钟诶,好优秀 这是我们今天的,诶,等一下太暗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金主爸爸,他请我们吃福建菜 好期待哦 我们的芭蜜汁,薄刀库宅 诶这是我换餐,对啊 谢谢无虑 对吧,我父亲还要我扶我啊,天啊 辛苦了,辛苦了 怎么这么多杯子在我的面前啊,一杯水,一杯 啊,这个颜色好像怪怪 诶,我也觉得更差 各位请评价一下,我吃吃,快吃吃 我要看你们的评价 调节目 怎么样 如何 它这个地瓜店好像没有放很多 有酱太多了 哦 嗯 诶,它味道是油 我拍太大 碗碳了 大吃碗了 我叫小平都不知道 来 各位评价一下 如何 最好吃的 无话可说 好吗 还不错 如何 非常好 怎么 体验一下我们 福建美食 你呢 有够抬 太好吃了 今天天气好好 虚邪必休 对 我们现在 出镜 安妮出镜 我们现在要去三里屯 它是不是三里屯北街啊 我觉得三里屯北街还挺好广 北是再往前 对对对 就这个前面再过去 我们刚吃的福建菜 我们点了600多块钱 是超撑的 上一桌的五个大汉吃了300多块钱 对然后我们五个不大汉吃了600多 非常爽 十一的人潮朋友们 麻将海 咖啡 那我按一下 这是几啊 6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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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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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9 9 9 對,我這個是跟爸媽會煲的 今天下午開心的唱歌烤肉之後 我現在要去三里屯跟我朋友一起去bar 要來去見市面了 好,不開心 我們這樣,很期待喔,我們要去見市面了 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三天 我今天是跟我室友約了晚上 我們要來吃蕭香閣 辣菜,我的最愛 Let's go 今天是和朱女士 還有周女士一起吃飯的一天 我們現在來到了蕭香閣 然後這裡,我們五點半就來排隊 人超級無敵 霹靂多 這個時候我覺得他的商場是蓋在一個非常不閒眼的地方 然後還特別不安 本來就是好撐啦 好報復性 對 對 突然就想要來閒聊一下 主要是前一陣子 十一假請錢 然後保炎的結果出來 然後像我周邊的人 好比我室友 全部都保上眼 我覺得我室友真的非常厲害 但是我覺得保炎這種事情就是 幾家歡樂幾家儲 有些人保上了 有些人替不上了 但有些人也會就是沒有保上這樣 我想說保炎真的不是人生的終點戰 因為其實我周邊很多人可能會跟我就是在閒聊的時候 好比說他可能高中同學本來學習沒有他好的 然後結果最後保到了北大清華 會有這種攀比的心態 但我自己是覺得保炎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 你保完炎 基本上你最終你都是要出去工作的 那出去工作其實學歷雖然很重要 在某一些行業裡面 但它的重要程度遠比我們想的小很多 而且加上等你出去工作十幾二十年 人家更不在乎你到底研究所讀的是哪裡 而更多的是看你之前在工作上的表現 當然我覺得這個心理的坎是這個階段的人都會遇到的 而且可能會有人說我也不保炎 就我自己的身份不保炎 根本就沒有辦法理解這些人的痛苦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是可以應用在非常多場景的 就不管在人生中的任何狀態 我只是希望當你在面對這一次的失敗 或是不滿意的結果的時候 不要灰心喪之 因為我一直相信 Life will find its way 不管什麼樣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保炎也只是意識的 畢竟人又不是只活三十對吧 我們未來的路還非常非常的長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怎麼樣能夠在你的大學階段 或是在你的研究生階段 去好好利用你身邊所擁有的資源 當你已經面對這個結果 你願意去接受的時候 就不要再花時間在內耗上面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不然你努力了好一陣子 然後最後你發現這個方向是你不喜歡的 這樣子的放棄的成本 對你來說是更大更痛苦的 所以我還是想要跟所有人 就是說加油 人生都會找到它的方向的 雖然我自己到現在 就是我自己現在 也還沒有 未來還沒有一個譜 但我一直覺得我是走在 我理想的道路上 按著目標循序漸進的去追求 所以 大家一起加油吧 快點 真的是十一假期吃得非常好 我臉都圓了